那么台湾在采购疫苗的部分呢 现在所有的公文都必须要被保密30年 那这30年当中我们发现有的疫苗 它明明就有问题嘛 那就没有办法能够公开嘛 因为大家对于高端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但日前讲完告诉大家 其实有个除外条例 什么样的除外条例呢 它日前就默写下来 因为它曾经看过BNT的合约 除非有一些除外的条例 什么样的条例 就是在法院的需要之下 或在政府机关需要之下 又或者是在监督单位要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文件都是可以被解密的 好 那当时呢 讲完呢 它把这个BNT的除外条例 用默写的方式写出来 然后公诸于世 哇 不得了了 有人开心 有的气的跳脚 开心的当然是很多的网友 对于高端有疑虑的网友们 就觉得现在总算有立足点 可以让高端好好的来让大家来看一看 那就对于民进党来讲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尤其舒晓会告诉大家 讲完你曾经参加过的这个叫做秘密会议 在场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外泄的义务 那现在你把它给公布出来了 那还得了 所以基本上呢 全民进党都在追杀它 像今天的立法院 有没有 临时提案 因讲完委员呢 违法超路揭露疫苗采购合约 片面公布断章取义 所以就发了这个临时的提案 但也让国民党觉得 你们很可笑 你怎么会临时提案 去针对一个委员呢 如果一个立法委员有错的话 你要送到纪律委员会等等 你怎么会用公审的方式来审他 而且你要审的话 应该是针对案件来审 怎么针对个人呢 就让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当然另外国民党呢 也要来帮展湾说说话 他说他并不是故意要泄密哦 是你们本来 卫福部就没做到 为何 因为呢 卫福部其实在收到 按照规定来讲哦 你在收到了高端疫苗后的两个月 你就要公布所有的内容跟结果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完全没公布嘛 所以等于是展湾帮你公布 所以这部分呢 展湾是没有涉及到所谓的 像民进党所讲的片面公布 或是断章取义等等 但你认为 范绿的听得上去吗 一定听不下去嘛 所以呢 全党几乎都在发动攻击 所以蒋万安告诉大家嘛 民进党发动了 政府官员到党团围找我 我都不怕 所以呢 现在徐晓星告诉大家了 哎呦好可怕啊 Hatchtag有没有 民进党现在要来追杀了 准备开始要来攻神蒋万安了 那这一题自然也会被问到陈时中 陈时中之前不是有讲过吗 蒋万安之前啊 他说啦 你要我陈时中提供相关的报告给你们 那我好像资料都涂掉了三分之二 陈时中现在反过来讲嘛 那你怎么不讲说 那你还可以看到三分之一呢 三分之一包含了蒋万安你也看到了 价格你也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呢你也看到了所谓的除外条例 所以嘛 你不要再说什么了 那待会这一部分呢 我们再来好好的来讲一讲 那么现在呢就发现了 蒋万安把这些所谓的除外条例 一公布之后呢 现在他基本上呢 应该网路都很忙 忙着要来公审他 您认为他这样的做法是合理 还是不合理呢 我欢迎你可以在网路上面写下来 你认为蒋万安这么做OK的 写上我加一 如果觉得不OK的 你可以写上简一 待会来看你的答案 那么对于蒋万安被围绕 曲绕心如何看呢 因为呢他们本来觉得 反正这个东西呢 是秘密会议 所以死无对证 所以要怎么讲都可以 所以陈时中老是在那边讲说什么 啊蒋万安在这个秘密会议的时候 也不用工啊 也没有认真看啊 也没有提出要求啊 现在直接拿出白纸黑字的证据打脸你 那陈时中的脸被打很痛 民进党有这个人很痛 那他们很痛 就开始做一些歪七牛八的事情 所以才会今天有这种情况 是整个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 他们不关心人民知的权利 只想着要去围剿蒋万安 做他的选举政治攻防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 所以我看了之后觉得相当的愤怒 因为蒋万安在里面 他一个人占非常多 包括绿委也好 然后薛瑞元也好 因为他说他不怕 要就来告我 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 我特别跟大家补充 因为在另外条款里面 只要告了 就会被法院公开 所以告了就会启动程序 所以他就直接呛吓说 你敢告你敢就告我啊 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这些都是打假球 你根本不敢重启疫苗采购小组 最后撤案 你也不敢去告蒋万安 因为只要做出这些事情 疫苗采购的合约真相 就会在大家面前 所以民进党的假动作跟打假球 这都是为了他们的选举利益 那我觉得蒋万安在这件事情上面 让他们气到跳脚 就真的是做对了 如果你有在研究的话 会发现陈时中即便到现在为止 他的网络的负面声量 还是持续在网上标的 对此时事评论员谢涵斌这么看 他说陈时中现在大概没在管输赢了 他的目标可能很明确 就是不要选的比姚文志难看就好了 那么他最近的发言 也好像不断凸显出 他明明是要选台北市长 但是对台北的市政 好像蛮不熟悉的 所以谢涵斌讲了 很少看到有人可以选举 选到不满意度将近快要六成 这样的成就 也可以算是另类的不简单 陈时中现在根本已经 没有在管输赢了 我觉得他已经没在管输赢了 他现在就是 我不要像姚恩智那么惨就对了 他希望能够至少拉到三成 就是保住民进党一个最起码的基本盘 可是能够做到吗 因为我觉得陈时中 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最不希望看到也就是高端的影响 然后整个疫情期间的影响 这些全部他们甩不开扯不掉 就变成反而事情越来越严重 因为你的解释越来越含糊 然后你现在要告诉我说你是陈世民 你不是陈指挥官 所以那不干你的事 陈世民不回答陈指挥官的问题 抱歉 你就是做了两年多的防疫中心指挥官 所以这个东西你闪不开了 你说你去算一下克文哲 那个水门的事情你就算 你还一直讲 还一直扯 然后还去跟黄山安在那边 大催够在那边扯那些东西 越扯越多越会表现 你对台北市政完全不熟悉 你知道吗 他在一直讲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他根本不知道 百营球场那边没有水门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一直把这两个事情 混在一起 其实人员被困住 是另外一个地方 百营球场那边只有车而已 可是他把两个全部 混在一起谈了 所以就表示他对台北市 其实没有那么熟悉 我个人是觉得陈时中 大概接下来很难再往上 他能够维持现在这个平盘 我觉得就已经很偷笑 搞不好会掉到更低 他现在大概 如果现在投票 他可能还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选票 我认为如果他持续这样搞的话 他搞不好会跌到百分之三十以下 甚至如果他再乱来一下 或是高端那边发生什么事 他搞不好有机会挑战姚文字 你看那个Quickstake那个民调 讨厌他的人居然到五成八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 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个人选举 选到这样 有将近六成的人讨厌你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面对两岸的新局势 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说 民进党对抗威权的方式 就是成为威权 但蔡英文在民主大会 或是在会见反华政客时 只卑微地希望外国人 可以放尊重一点 因为从照片当中您看到了 总统蔡英文站在台上进行演讲时 台下的老外正在翘着脚 滑手机完全没有任何的尊重 胡安提表示 蔡英文是否能以领导人的身份 对等地去接见外国官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不应该以如此卑躬屈性的方式 去侍奉他人 而讲到了蔡英文总统 他同时也是民进党主席 最近忙着去帮党内的 县市长候选人站台助选 不过他常在致辞的时候 会提到 在某些县市 因为是蓝营执政的关系 所以空转四年 倒退停滞 对此时事评论员谢寒斌就讲了 部分县市发展落后 蔡英文身为距离全国的总统 难道都没有责任要负吗 他认为蔡英文讲这样的言论 根本就是在打自己的脸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心神不宁 我觉得他是不是已经预知到 自己要开始掰咖了 所以他会变成说 好像心不在焉 即使有两台那么大的读稿机 还是会念错 那更奇怪就是 他整个策略完全不对 因为你自己是总统 那你再告诉我说 今天这个地方很差 明天那个地方很差 那你是领导整个国家的人 就这个国家到处都很差 那不是你的责任谁的责任 那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这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我觉得去抨击对手这一招 通常不会 以过去的民进党 他不会用总统下来打 他通常都是用彻翼来打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要让彻翼去讲了 总统要讲光明面 要讲说我们直战之后 我们对这个地方带来什么愿景 我们要中央要给这个地方什么福利 你有很多支票都可以开 你可以去做 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反而采取负面选战 那更好笑的就是 今年民进党特别喜欢讲说 别人都在用负面选战 我觉得特别奇怪 做得很重要 真的很奇怪 过去民进党很少会讲这种话 因为民进党自己觉得 负面选战最厉害的人 结果他今年拼命不断在打负面选战 然后说都是别人在打负面选战 你真的觉得台湾年轻人是白痴吗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他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